那张亚中或者说是所有的合同的论述的最底层的逻辑构架就是说两岸都认可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这个最底层的构架就是这个认同不存在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就是说我无论多么的就是喜欢另外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如果那个发达国家想把我的国家并如他当中 我作为唯一一个对自己国家有认同的人 我肯定会拿几枪去保卫自己的国家 我认为这一点我是可以去理解台湾人的想法的 但是问题是当我是那一个认为你是我国土的那一边的时候 我是这种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 我认为就是两边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是一个零和的博弈 不存在所谓的互相之间能够交流的可能性 就简单说就是说除非大家认为而且大一统这一个问题 在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就是文化竞争 或者说是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底下 大一统是一个最崇高的理想 就任何的任何的就是理由在大一统之前都是苍白的 就追求统一这一点就可以把任何的理由都覆盖掉 你如果反对统一那你实际上就是背叛了文化 那么对于追求大一统或者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本事就是我们文化复兴的人来说 那一个背叛文化的人我们很难去谅解他 我任何事情都可以谅解 但是在背叛大一统这一个最高理想上 这不能够被原谅的 没有任何的就是犹豫的灰色空间在那 我当然同意就是说两岸必定会统一 终将统一吧 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那我觉得就是上次李胜峰老师有上过我的节目 不知道那个共和国博士你有没有看到那一集 那我在这里引用那个新党副主席李胜峰老师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我们这个角色在台湾 就是也许在您看来就是台湾现在都已经没有中国人认同了 那就是觉得我们我们就是不一样的种族的那种观点 我我觉得我知道台湾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就是台湾的确有很还有一部分的人 这个比例可能十几%可能20%的人是有中国人认同的 然后是愿意去谈合同的这个这样子的比例的人 那像那个胜峰老师上次也跟我讲 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火苗吧 然后让这个比例在台湾这边尽量的去论述我们的这个想法 让更多人能够接受也许十几%20%20几%看能不能到30% 那哪怕哪怕就是永远过不了半 那就算真的你们有武统的那一天那打的也小力一点吧 好吧那就是这样了我都讲成这样了好吧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价值 这个就是杰克你讲的很卑微但是问题是就是说一个现实的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而且就像你们前面有一个就是你也说的就是美国把你们做一个棋子 你认为就是一旦中国压倒美国了然后美国就会就是好像就是撤出去 然后就像他这样慢慢的统一了 我觉得你把美国想的太好了 嗯嗯我作为一个棋手相当于我肯定是要把一个棋子的最大的利益给架取出来 嗯嗯那相当于如果说这个棋子我已经保不住了那我就把它毁掉 或者说我毁掉他然后再给我的对手造一点困难那不是更好吗 我我我相信美国他绝对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心了哦但是我其实我觉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共啊他其实他很努力的在把这一盘棋按照他的步骤来下 那我相信我觉得杰克还有一点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到最后就是把所有的就是希望全都放在共产党的理性上 应该是说如果是要和平统一的话啦如果因为我的追求是和平统一嘛那如果我要追求和平统一的话那我当然希望共产党是理性的如果共产党要要武统那就武统了 其实我我还是那句话嘛武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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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做的问题吗你要做就武统啊那废话那么多干嘛对啊那今天为什么大家这么辛苦的去想办法去营造环境然后去创造条件那就是因为和统相对是比较难的那但是他他是一个伤害是付出代价最小的两边是最好的就是的一种方式嘛那你你武统的话你会再创造一个无法弥补的商 那我们不愿意这样那我们不愿意这样尤其我又是台湾人那和统是难的嘛大家要同意吗 杰克你们就是杰克你们始终认为和统是一种就是说是呃好像是一种比较好就伤害比较低的嗯但你要知道和统也是社会改革最不彻底的他是一个妥协的结果那那我我知道他可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但是如果两害相权啦 哦取其轻嘛而且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和统弄得越来越渺茫的从来不是大陆这一边即使即使永远是你们台湾这一边而且你们台湾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让让共产党就是说想对你们退让他都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嗯就就比如说张亚中就简单说是张教授张亚中教授他拿出的那一份协议 他讲出来的所谓的一些就包括他和和合同的那个概念现在拿出来说句老实话真的有哪一个中央领导他真的中央通过了这个他结果会和福建一样的被网民完全麻烦嗯就当时福建省就开放了所谓的金门的那个就是无需免检这些事情 就整个被网民全部麻烦嗯就包括现在就是说其实很多你们所谓认为只要和中共高层达成协议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一些台湾的难营的支持者其实上他们都完全无视了这几年大陆的民意对于政府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推动作用或者说是一个就是监督的作用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就是说是因为你们 你们的人数太少你们也无完全无法就是影响到两岸之间的沟通因为说据老实话你们的声量太小你们的领导人和领导的政党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你们的影响实在太小嗯你是说我们这些和平派能够发挥的作用太少了太少了嗯就即使就是说大陆有很多自媒体上面会有你们的一些声量或者说嗯但是因为现在 大家分享太容易了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你们台湾的节目而且你们因为赵少刚的一些作为其实上已经让就是大陆绝大多数人认为蓝银和绿营就是蛇属一窝嗯蓝银比绿营还更加的可恶嗯嗯大致就是这样吧嗯但我对于就是说台湾22年和24年的选举我认为嗯你之前的那些讲法都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 第一点台湾已经成为身份政治第二点台湾的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你说我的讲法没有可能性吗我是预测民进党当选民进党当选我就说我说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后当选的肯定是民进党就有可能你说22年有可能地方选举毕竟就蓝银的确确就是执政能力还是要比绿营强很多可能22年的地方选举你们还能够蓝银还能够选下来一些嗯但是总统后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蓝银的选商的政治人物也对两岸之间所谓的呃交流或者沟通我觉得也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就是以台湾现在的主流社会沟通越多反而矛盾越多好那个共和国博士您您是比较你你你你可能对台湾两岸的发展已经有点绝望了就是我对我一开始 那你就比较绝望了然后来了这个节目我接触的台湾人多了我更绝望了那你在在在本本频道接触的群组接触的台湾人更让你绝望吗对因为那你千万不要走出去啊你去外面你会更绝望的哈哈哈好了嗯我觉得我不是说是就是说是怎样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两岸分隔了实在太久了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下或者是不同的教育体系下嗯 然后培养出来的人他看问就我之前就说的看问题的角度已经就是说是完全是分马牛不相及或者说是整个就是世界观是不同的嗯嗯世界观不同的情况下接触越多反而就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交集最后就都是矛盾对没错所以其实就是呃就有可能你们觉得就是说有些 台湾人或者说是就我也曾经碰到过我有同事跟我说过一些事情我现在具体记不得了就是说他知道对方要表达善意但是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会让你很不爽嗯嗯其实其实这个叫做反之亦然啦就是对岸这边对很多台湾人我知道我们这边也会有就就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我可能说我要把一个就是很残酷的现实去跟台湾人说但是台湾人就会觉得我是在恐吓他们嗯嗯所以就像他们觉得 这两边的啦对就在我们看来统一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说而且我们觉得如果说你是中国人的话你也应该就是支持统一嗯因为相当于大一统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而且我们觉得既然你们还兴奋你们伯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你们就应该支持统一嗯嗯嗯嗯对吧嗯但是在于你们台湾年轻人可能他在新的就是说是新培育起来一批人他觉得台湾和中国就是两个国 对他们能够接受的底线可能就是邦联或者是联邦嗯嗯就你们不能够但是问题是邦联和联邦的情况下你们的自治权太高而且而且就这还说到另外一点就是说两岸之间没有互信啊嗯嗯嗯大陆不相信台湾台湾也不相信大陆嗯嗯马英九的时期双方是有互相有认同互相有信任嗯我们能够信任台湾做的一些事情但是 但是不会想太多的东西台湾也对我们也一样所以说就时空已经不同整个社会都已经不同了嗯嗯大概就是这样吧嗯嗯但但可能我是属于就是说是比较悲观或者说是对你去讲一些你是不看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代表一批而且代表我的这我代表的这一批人其实上在大陆的整个整体的数量其实上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就像你们台湾现在 支持绿营的人支持独立或者说是台湾价值的人也是一个不断的上升的趋势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啦就是跟我博士呃我们辛苦了这么久啊就是希望能够为两岸统一找到最好的一条路那在我们来看就是和平统一那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要武统那对你们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是就是做就是做 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努力去营造这么多就是就是做对不对所以和统相对来讲是困难的是要做很多努力很多工的所以我们就是就让我们去做吧对啊对啊就相当于是躺臂挡车但是至少也要就是努力过了就觉得问心无愧了因为你可能要理解一下 武统的战场是在台湾那我是台湾人吧就是就是这样吧那我们会就是我我有我们努力往这个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理由啦所以嗯对我们来讲包括像之前访问过的盛丰老师来讲的话我们绝对会努力的往这个目标去推动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要讲 一个句话就是说包括我听了就包括是这样张教授和李旋峰那个副主题我都不愿意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嗯可能他们还是更多的从台湾社会的角度去想但是我觉得在两岸交流的过程当中嗯你可能更多的现在应该要去思考大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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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解了共和国共和国不是 这个就是 你如果连台湾人都没有办法说服的话 你真的不要玩了 这一局 不是 就是你们说服了台湾人 就我这个观点吧 我就觉得就是说 现在两岸的统一的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 台湾人已经决定不了了 因为台湾已经 真的我觉得 台湾合同就是必须要有认同 才有可能合同 相当相当 那就尽量尽量去做啊 就尽量去做 不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把大陆人的想法去 更直白的告诉台湾人 我这个频道还不够直白吗 我这个频道超直白的 超直白 但是但是我觉得张亚中和李顺峰他们 就是他们的声量比你大得多 嗯 他们接他们可能就 不好意思那个 更接近台湾的 不是我要纠正你 我的声量可能比张亚中老师大一点 好你继续 哈哈哈哈 对 但是他们 他们在向台湾人 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他们还会给台湾人很多的错觉 嗯 就他们让台湾人感觉不到 其实上两岸之间 或者说是大陆人对于台湾人的感慨 已经发现了彻底的改变 嗯 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说是 就苏起曾经说过的 台湾人觉得自己越安全 他们越不会去考虑合同 嗯 只有当他们就是说 给他们一个更差的选项的时候 他们才会去选一个不那么差的选项 嗯 好 好 我还是这个看 好 OK 行吧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 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共和国博士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